三星最長遠的 S 系列 終於來到 2023 版本了 大家好 我是阿哲 又到了年初第一個需要爆竿製作的定番 除了 iPhone 之外 最受各界矚目的機種就是這個了 雖然我現在還不知道 對眼前的這產品能產生多少的心得 應該說多多的心得 反正每年都是這樣子的嘛 即使發表會的時候看某些產品 感覺也沒什麼好講的 等到甚至讓手評測的那幾天 永遠都會不知覺的就寫豪杰的稿 不過這次我們發片的形式要跟之前不太一樣了 前幾年的三星S系列 我會拿超大杯 Ultra 跟小杯一起評測 不過今年我們是同樣會介紹的S23系列 具備了哪些東西啦 只是這部片的開箱跟心得 我們會特別圍繞在S23 Ultra這支手機上 但之後還是會再出一部小支的S23評測影片這樣 那就先來跟大家好好的介紹一下這次的S23系列 從機身小到大分別是S23無印 S23 Plus 還有S23 Ultra 除了S Pen仍然是Ultra 系列獨佔之外 其他規格的不同之處還有哪些 我們一個一個慢慢說 螢幕尺寸也都比照上一代 分別是6.1吋、6.6吋與6.8吋 比例也都維持不變 Ultra 是19.3比9 另外兩支都是19.5比9 解析度也一樣 更新率也是只有Ultra 可以在1-120Hz之間變動 其餘的兩支則是48-120Hz 螢幕峰值亮度都是1750nit 最小支的S23也能有這亮度 是還蠻值得鼓勵的啦 至於處理器就是今年的亮點之一了 全系列都採用高通S8 Gen2 for Galaxy處理器 就是之前 就在萊卡店當中提到的超頻版 是台積電代工的4nm製程 之前就在Vivo的X90 Pro Plus上 體驗過S8 Gen2的威力了嘛 那個表現跟體驗真的都超級舒服 據這個4Galaxy的特別超頻版表現如何 能被三星調照成怎樣 新的部分一定要來好好用用看 記憶體跟儲存空間的話 該說它貫徹始終呢 還是說星火相傳呢 從前年S21系列沿用至今的規格 都3202年了 身為旗艦系列 卻還停在8GB的記憶體 真的是有點小氣 嘴答背的Ultra 雖然還是有給到12GB 但我怎麼記得好幾年前的Note 10 Plus 有給到過最高16GB呢? 不過至少今年台灣的S23 Ultra 有建議TP儲存空間的款式了啦 有大量存放需求的使用者 不再只有iPhone可以選了 至於SD卡插槽還是沒有放回來 但都有支援雙實體SIM卡跟5G網路 接著電池部分 S23 Ultra 與上一代持平 維持了5000mAh的容量 下面兩隻則都小幅向上提升了200mAh 無印來到3900mAh Plus則是4700mAh 準便是就是那熟悉的超聲波螢幕下 2D 臉部便是也如影隨行 三隻手機也都支援IP68等級的防水防塵 充電速度的話也跟上代一樣 無印僅支援到25W的有線充電 跟15W的無線充電 而搭配的兩隻有線充電都能到45W 無線則同意都是15W 這是不是跟那些牛鬼12色的廠牌相比 是有點普通啦 只是以當境使用情境而言 都是足以應付需求的了 3D 毫米耳機孔在這次安置上都見不到旗艦標配 上下雙喇叭則是都有 接著就是另一個亮點啦,相機 S23 Ultra 確實如傳聞所說 搭載了兩億畫素的主鏡頭感光元件 至於其他部分 硬體上的數據看起來都差不多 最主要的提升應該還是在軟體上 之前發表會的影片上也有提到一些 比如更變態的極限望遠 進步很大的影片防手震等等 到時我再把詳細的對比跟評測好好帶給你們 至於大家最關注的售價部分呢 無音是從台幣26,900 元起跳 PLUS 則是33,900 元 嘴大背的 ULTRA 毫不留情面的跳過了三字頭 256GB 版本就要加台幣40,900 元了 最高階的 ETB 版本更是來到了52,900 元 至於跟上一代的價格比較圖 我們的小編也整理出來給大家了 無音跟PLUS 各容量都比上代貴了2000元 ULTRA 僅有256GB 版本長2000 其他都整整貴上了3000元啊 想入手的你各位,請多準備兩三張小朋友吧 而且這次的玉果里好像也有點...嗯... 那接著看到外觀部分 除了 ULTRA 的機身側面削平了之外 無音跟 PLUS 的機身外觀也都迎來了一些不同 從本來鏡頭還有一塊突起的設計 變成跟 ULTRA 相近的設計語言 這樣做的視覺一體性是比較強啦 不過少了一些辨識度跟設計感 對我來說是有點過於樸素了 而且也跟... 稍微低階的 S14 背面設計有些相似呢 總之我還是更偏好 S22 那樣的感覺 至於 S23 ULTRA 外觀上的改變 我就覺得是加分的了 在不太機身握持手感的情況下 讓機身看起來更加方正俐落 這不正好就是我最希望的事情嗎? 顏色部分 S23 系列不同於以往的做法 三種尺寸大中小杯的顏色選項都統一了 之前都是 ULTRA 擁有自己的色系 那顏色共有四種 分別是森林黑、彈花白、夜櫻子跟墨竹綠 以我的喜好排名的話 依序是綠大於紫大於黑等於白啦 先從森林黑開始講起 它就是霧面的黑色被蓋 跟上一代的黑相差不大 屬於有點光澤不是很黑的黑 不像 S23 ULTRA 跟 iPhone 14 Pro 的黑那樣深邃 簡直是彈花白 英文是叫做 Cream 啦 白話文就是奶油色 跟 S22 的純白相差滿大 有點類似 iPhone 的星光色再黃一點 身為一個白色控 這種過於偏黃的白我實在是不愛 離金色也還有一段距離 屬於這次我滿不感興趣的顏色 再來是夜櫻子 看起來像是淺紫跟淺粉紅的結合 跟 ZF4 的那種紫色滿不一樣 滿少女性的顏色 它是今年我第二喜歡的顏色 給人溫潤淡雅的感覺 無論男生女生拿都滿適合的 最後就是綠色了 官方稱作墨竹綠 毫無疑問它是這次我最喜歡的顏色 我真的很愛它在不同光線下 能反射出不同深情的顏色的感覺 很低調但低調的很有質感跟深度 跟雖然帶偏藍綠色的感覺差滿多的 哪要注意的是 S23 Ultra 的 ETP 管式 只有提供黑白兩色 其他則都是四種都有 順帶一提 這次S23 在某些特定國家也有推出官網限定色 總共有石墨、天藍、萊姆與紅色 我覺得都還滿好看的 無奈台灣沒有這個福利啊 要的話就拿海外代購之類的 總之回到開箱 可以直接看出 我這次拿到的手機就是綠色款 剛好能拍多一點片段 讓你們看看它有多漂亮 而且沒錯 這是有別於先前幾年印大字的設計了 直接把手機的背面印了上去 然後下面一排小小的Galaxy S23 Ultra 那就來吧 Open OK 它就是S23 Ultra But 保護措施變成了黑色 以前正面是透明的 然後正反兩面都有貼 現在這邊是黑色膜 背面則是一片黑色紙板 那以為是空關機的關係 所以我拿到的這支並不是全新的 不過前使用者還是滿貼心的 把這個膜給貼回去了 所以我們就再來一次儀式吧 你看這個綠色就是低道跟高道的結合體 在光線按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影視 但在陽光下 感覺又耀眼了起來呢 有一種當時iPhone 11 Pro 綠色的感覺啦 就是真的很愛看 也很好看 那就如同前面講的 跟12代比較明顯的外觀差別 就是這個削平之後的側面了 跟12代比較起來 差不多是像這樣 上一代這邊就是很明顯的圓潤 但這一代之後就變方的了 只是除了側面之外 這個輪廓還是很像的啦 都是一樣方正 S23 Ultra 就是方正的更加徹底這樣 那剛剛那層膠膜撕掉後 就直接是螢幕表面了 不像前幾年都還有預貼一層塑膠保護貼 上代S23 Ultra就是如此了 回來為了防刮傷 我還找店家貼了UV膠玻璃貼 結果一貼上去之後 那個指紋便是直接變成裝飾屏 整個正確率直接砍到一半都不剩 每次按下去都有種 要重新按幾字 甚至打密碼的心理準備了 總之更有習慣貼玻璃保護貼的各位說一下 貼之前請務必三思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玻璃貼都會這樣啦 至少我是學乖了 下次我會選擇塑膠的來貼 好那雖然機身跟上代比起來 差不多了一點這代來到234g了 沒關係 身為現代人 手機沒超過300g都不要嫌重 那電源鍵與音量鍵的位置都放在右邊 面積比起S23 Ultra寬了一些 位置也向下移動了點 而這個平整的邊框 摸起來是真的蠻舒服的 它是亮面鋁合鏡的材質 背蓋的霧面玻璃就一如既往的棒 摸起來很絲滑 那雖然深色比較不會凸顯這幾個鏡頭圈圈 但S23 Ultra是比上代還大的 周圍以採用了不同的裝飾方式 我覺得質感有提升 那身為S23 Ultra AKA Note 23 Ultra S Pen的位置一樣放在右側 這代的統一都是黑色筆聲 只有頂端這邊會所以手機顏色變化而已 所以之前S24 Ultra的筆 應該也是可以插進去的對吧 是的 完美符合 兩支基本上應該都是可以共用的 按鍵手感的話 我覺得兩支都是有差不多水平的 晃動度都不大 但還是有一點點 不過平常使用是沒有問題的啦 而且這個面積也變寬了 更好按 總體來講還是有一點點加分的 那麼就來開機吧 螢幕這邊就是熟悉的置中挖孔 就在這螢幕玻璃的部分 官方說它採用了 抗寧大猩猩Vix2玻璃 又更加堅固這樣 但摔到運氣差還是會列 各位要小心點用 除此之外也可以發現 隨著變框更加平整 它螢幕萬折的曲度又更小了 所以你看 視覺上還是S20 Ultra的變框更窄一些啦 不過有一部分也是因為 這顏色採用了深色變框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也一定會比那些淺色變框還要厚一些 而且這個曲度是真的沒有很大 應該說現在真的都已經回不去以往S10 Note10那樣的曲度了 但曲面與平面各有各的好嘛 現在這樣我也是OK的 然後鏡頭挖孔大小 這一代跟上一代比起來都差不多的啦 可能心靈上S23 Ultra會稍微小一點 因為它比你比較新嘛 只是實際上看起來是真的幾乎沒有差別 下巴也沒有再進一步說著來了 差不多就是2023年的極限吧 但也不排除聲音想要留意首到2024年的可能性啦 那發表會時官方也一直強調 這是S23系列的機身零件 有很多都是使用再生材質 主打環保這樣 包含這個盒子也是 跟上一代一樣 表面看起來都有點再生紙的感覺 舉盒裝配件 有一條傳輸線 一個退卡針 跟說明書 還有很多的環保概念 總之開箱的部分就到這邊 接著就由我好好的使用幾天 再來告訴大家我整理出來的心得啦 展開之前換卡一次當然是不能少的嘛 各位準備好了嗎? 現在我與三星S23 Ultra 的生活 正式開始囉 好啦 再用了一陣子之後 我來說出於S23 Ultra 的一些心得啦 首先如果我在完全不知道它來歷的情況下 拿到這手機 我真的不會感覺出 它有配備曲面側螢幕這東西 三星已經把它設計得幾乎沒有存在感了 用起來就跟那些3D玻璃的手機差不多 仔細看才能發現螢幕面板有彎下去一點點 我都感覺做這點彎曲的用意 就只剩下不想推翻自己了 畢竟當時首發曲面側螢幕手機並掀起潮流的 就是三星本人嘛 就這麼完全終止也是要很大勇氣的 那說到螢幕 S23 Ultra 數據上的最大亮度都一樣 實際在大太陽下也確實都很清晰 通透感還是iPhone勝出一點 但都完全夠用了 而且這台螢幕有個有感進步的地方 感覺是白色呈現得更加準確了 S23 Ultra 正看就有偏綠的現象 測看時就更明顯這台總算是白回來了 主要辨識嘛 從S21那台之後就已經表現得相當不錯了 但就是先前講的 貼玻璃保護貼就有可能使成功率下降 至於打字與來電池的震動回饋 基本上就跟上一代沒差別 扎實度不錯 但力道都比S21 Ultra之前那幾代還輕 回饋感稍稍不及當勁的一些手機 接著來說說軟體介面的部分 從這個原廠桌布開始吧 我真的覺得製作每代手機的原廠桌布 都是個會讓設計師腦力激盪的課題 要在好看、適合當桌布的同時 適當的帶出該手機的特色 那這次S23 系列的動態桌布 就是一個低調半圓 然後上下方有這種粒子在流動 又對於那四款顏色這樣 這種東西很主觀啦 但老實講就是沒有打中我 我會更喜歡上代那樣的風格 這代就顯得有些暗淡 然後系統部分 目前採用的是基於Android 13 的 One UI 5.1 當機S22 系列還在 One UI 5.0 得要再等等 但其實更新內容還蠻多的 只是這邊就提幾個 我平常使用會注意到的東西 首先設定頁面的上方 會在這裡挑一些建議 雖然實用度可能就見仁見智了 不過這次的相簿 App 就真的更加好用了 首先我這人經常需要看照片的參數那些的 那 One UI 5.1 在這方面呈現得更直覺了 滑一下就能看到我要的詳細資訊 這次也可以直接左右滑動 切換到不同照片 整個邏輯跟當機iOS還蠻像的 但就是好用嘛 這種資金對我來說是樂見的 而且還有另一個似曾相似的功能 出現在這次的 One UI 上 那就是這個長按抠圖 不管是人像還是其他物件 假如在上面長按 它就會跟背景自動分離開來 準時看你要分享出去 還是自己存一張去背圖都可以 這時候在影片裡的畫格也管用 辨識主體的準確率也蠻高的 這同樣也是非第一個做 但做人能造福群眾的功能 將來應該也是會下放到S22 系列等舊裝置的 然後阿哲的無聊觀察時間來了 這次S23 Ultra 的鏡頭挖孔位置 與大小都跟上代相同 邊邊角的弧度也一樣 那原則上狀態欄物件的擺放位置 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對吧 嗯…錯了 兩隻截圖放在一起對比的話 就會發現S23 Ultra 的物件 又往外放了一點點 體驗上根本沒什麼差 但…對 恭喜你獲得了一個沒用的新發現 搞不好S23 Ultra 將來更新 One UI 5.1 後 也會這樣往外放了 然後我這次的訊號格只有四條 並非台灣版的五條 原因在於我拿到的並非台灣市售的版本啦 小時日本跟韓國賣的三星手機 他們其實也都是四條而已 具體原因我也不清楚 歡迎大家留言幫我解惑一下 啊對了 前陣子滿紅的三星級 在S23 系列上面也都是有保留下來的 請各位無需擔心 它會一直存在於我們的三星手機中 打接著來聽聽看他們的喇叭表現 等等當然也會拿S24 Ultra 跟它一起對比 這段建議各位不要快轉實際來聽聽看 因為即使這兩支喇叭構造看似差不多 以最大音量放起聲音後 或許會讓你意想不到 這個真的有讓我意外到啊 之前S24 Ultra 的音場算是開闊 然後低音不怎麼明顯 這次到了新一代整個就焕然一新了 能夠在開闊的同時 增添了不少魂厚與立體感 低音古典也不會糊在一起 高音穿透力強但不會尖銳 音量也稍稍提升了一些 總之靈聽體驗真的很爽 是這支的隱藏亮點 再來就是考驗處理器的效能時間了 這次我們拿S24 Ultra 和iPhone 14 Pro 一起做個Wildlife Extreme 20 輪壓力測試 話不多說直接上截圖 先從最高分數看起 這個8 Gen 2 for Galaxy 確實是有點東西啊 3823 分 輕鬆超越蘋果的A16 也確實比之前測的X90 Pro Pass 那顆原版8 Gen 2 還高將近100分 說明它的爆發力確實更好 已經算手機界目前最高了 只是穩定度嘛 就能再次看出 三星調教處理器的保守個性了 63.8% 遠低於先前 X90 Pro Pass的86% 一擊跑到後來 這個表現還是輸的 我相信S23 Ultra 機身的散熱能力 是有辦法提供這處理器 更大的表現空間的 只是三星不希望機身太燙讓你不好拿 所以還是先行降頻啦 但還是能看出這處理器優良的底子啦 除了保出來的穩定度明顯比S23 Ultra還高之外 從曲線也能看出 全速引擎的戰力是能比A16持久的 當然如果換成iPhone 14 Pro Max的話 情況會比這台14 Pro好些 但我相信跟這代高通處理器的差距還是存在的 總之它拿來打遊戲 高通8 Gen 2 系列就是目前的最佳選擇 S23 Ultra雖然表現保守了些 但我相信已經能滿足絕大多數的遊戲情境了 接著就來說說電池續航力吧 S23 Ultra 用著與商代相同的五線毫安時電池 但高通8 Gen 2 的優勢除了進步許多的效能之外 還有改善的功耗嘛 上代S24 Ultra 測下來 在螢幕1080P 120Hz 的情況下剩餘27% 而這代RUN完之後電池還有36%的電量 差不多就是iPhone 14 Pro 的續航力 以填用下來基本上絕對夠 從S21 Ultra、S22 Ultra 轟過來的使用者 出動尿袋的頻率應該能大幅下降 而且以前有說過 三星手機的電量顯示都是不會有快樂表的嘛 剩下多少就是如實顯示 不像iPhone那樣100%停很久 不過這次也是我近期用過的三星旗艦裡面 拔掉後可以100%撐最久的一隻了 說到這個 三星從S22 系列之後 也開始支援遊戲中旁路充電了 意思就是你在打遊戲的時候接著電 系統可以繞過電池不充 直接為手機供電 就能免需電池充電帶來的發熱 好啦,現在就來說說這次的重頭戲 相機 S23 Ultra 最大的變化在於這個主鏡頭 感光元件採用三星最新的HP2 畫素達到2億 不過這感光元件的尺寸沒進步太多就是了 上代1.33分之1吋 這代微幅增長是1.3分之1吋 廣度則維持在23mm 光圈從上代的F1.8為增是1.7 這對於進光量也會有幫助 其他後鏡頭的參數就跟上代一致了 包含這顆10倍光學變焦前望鏡也是 畫素同樣是1000萬 所以,對 這望遠表現但凡有任何進步 原則上都是軟體算法的功勞 即與前鏡頭在畫素上也有了變化 不過呢,是從前幾代的4000萬降到1200萬 但多數人自拍就求的不會是極度細緻嘛 所以我相信這影響不大 即與拍照鏡面,我們就來說說與上代的主要差別 首先上方比例選擇這裡 有了5000萬與2億畫素的按鈕 以往就一個1億而已 因為2億畫素很大嘛 即使將四個像素合成一個 還是有5000萬畫素 而一般情況下所拍出來的照片 還會寫1200萬畫素 就是這感光元件16個像素合一而成的 平時還是建議用這畫素來拍就好啦 這樣每一塊像素面積才夠大 帶來足夠進光量 除非光線充足又需要高細緻度 那這次情況開起來就好 喔對,然後S23 Ultra的超高畫素 不像上代那樣還有個細節小幫手的開關 雖然我真的覺得開不開好像沒有多少差別啦 而且不意外的 拍出來2億畫素所需的處理時間 要比S23 Ultra的1億還9 以上照片的檔案也要上開50Mb 接著我們看旁邊的拍照模式 除了專業模式外 還多了個Export RAW 這我們在之前有稍微介紹過 它是一個獨立出來要另外安裝的三星自家APP SS2等其他三星裝置都能安裝 而UIUI 5.1把它整合進內建相機的模式之一了 讓你能快速開啟 但你可以把它解讀成更聰明的手動拍照模式 同樣能讓你自己調整參數 但上面都有了幾個軟體輔助功能 比如這個多重曝光 可以選擇要連續拍攝幾次再疊圖 還有天文攝影 能把拍攝時間拉至長達10分鐘 還能開現象指南 讓你參考當前有哪些星星在天空 而且都說是Export RAW了嘛 一集拍下來的照片能有原始檔的選項 保留最多色彩 帶給你更大的控制空間 雖然這些功能不僅S23系列能享有 舊裝置也行 但S23 Ultra 50MP 的開關 能以5000萬畫素拍攝這些照片 但5000萬畫素的原始檔大小 各位也可想而知了吧 再來回到原廠相機APP 先在夜拍過程中畫面中心多了個準心讓你對齊 這應該也是One UI 5.1 加入的功能 但這應該就是S23 系列獨有的了 那就是超穩定動態攝影 多了QHD 30 與QHD 60 的選項 一集能錄下1440p 解析度的片段了 另外人像影片模式 從108影片變成能拍4K了 所以能趕上iPhone的電影級模式了嗎? 那有個確定比iPhone好的地方啦 就是這台鏡頭的耀光依舊不怎麼明顯 應該說這才是正常的標準 是iPhone耀光太嚴重了 講了那麼多就來看看照片啦 這次的比較對上有上一代S22 Ultra 以及蘋果代表iPhone 14 Pro 首先畫面廣度就跟上代相同 都比14 Pro 高上一些 從顏色來看 S22 Ultra 測光比較亮 整體會顯得白一點 不過調色邏輯基本一致 即使眼前風景已經夠鮮艷 三星還是會想辦法讓它再艷一點 但也不會到太over啦 放到網路上就是博眼球 再來我們轉身正對太陽 來個極限逆光測試 其實S22 Ultra的實力已經能應付大多場景了 但這台確實又更上一層 在太陽光暈壓得更下來的同時 還能將暗處的細節處理得更好 iPhone的暗處表現在這裡也還不錯 但一來它的HDR不像三星那樣那麼有彈性 在這情況下太陽已經有些過曝了 一來就是…那個耀光也有點影響到暗處的色澤啦 接著就是他們的超光角了 這邊就是差異更明顯的地方囉 感覺這台在超光角HDR的算法上有更加保守 速度暗處顯然帶出的不多 背景亮度則都相差不大 除了iPhone之外 角落的紙邊現象似乎更加輕微了 但S23 Ultra的亮暗交界處 有著更明顯的不自然的光韻 就如我們之前在X90 ProPlus上看到的那樣 屬於HDR算法的小瑕疵 接著就是萬眾期待的望遠了 各位先記住當前的視野 等等我們要慢慢放到超大了 總之這個是三倍情況下的表現 也不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這三隻都有顆原生的三倍光學變焦鏡 接著切換到10倍 這次就是用到S24 Ultra與S23 Ultra的那顆10倍前望景 所以這兩隻的氣質度不會有啥問題 10隻Pro在這裡則只能用3倍進去放大 但表現也已經很棒了啦 畫質減損不仔細看看不太出來 兩隻Ultra決勝負的開始 還是要拉到30倍來看 從這裡看差異其實依舊不大 但要是你手動放大來看 這個細緻度就不一樣了 雖然都有修補痕跡 但S23 Ultra就是右修得更漂亮 招牌字體的純淨度是更高的 那就一舉拉到底啦 這個是他們望遠100倍的表現 其實能看出兩代之間的算法不盡相同 S22 Ultra更加模糊 但視覺上自然一些 這代則是將熱化的技能點開更高了 大部分物件都能更清楚 但刻意加工的感覺也會隨之加重 總之S23 Ultra的望遠 確實又成功突破天花板了 但上一代的可用程度也已經很高了啦 沒必要為了這塊從S22 Ultra升級上去 那不曉得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在不久前有拍片介紹過這台名為 Galaxy Camera的相機呢? 它配備了一顆能拉升至21倍光學變焦的鏡頭 數據上比Ultra的10倍高不少 但Ultra還能透過軟體來修補畫質嘛 只是當時測定的結果 發現差異還是肉眼可見的 那麼過了一代 他們還會不會有差距呢? 結果不出所料的 還是沒辦法平起平坐啦 軟體修補是很難比得過硬體硬幹的 而且從這裡也能看出 S23 Ultra的望遠細緻度並非穩贏上代 有些字都過度銳化反而變得不自然了 然後望遠環節還沒完喔 雖說現在要測的東西有點在繞著iPhone轉的感覺 但14 Pro這次新增的主鏡頭兩倍無損望遠 在這幾個月的拍攝上真的幫了我很多忙很實用 這也是我開始好奇 別家會不會跟進往這部分去做優化 畢竟現在的手機主鏡頭畫素 經過兩倍放大的畫質理論上還是有餘餘的嘛 之前Pixel 其實也有針對這個做出加強 但三星這裡…似乎是沒有的 在預設拍照的解析度下望遠至兩倍 看起來就充銀器2,2,1下去放大的 那我們是可以先切換到1億跟2億畫素再放大啦 這樣畫質確實相對好不少 但這會變得很麻煩啊 又多幾個步驟 答案也會變超大一個 但既然都收到2億畫素了 就來看看這幾隻在開到最高畫素後能記錄多少細節吧 而這個2億當然也不是放著裝飾用的 放大成這樣還能保有這樣的畫質 只是你說它就是遠勝上代的意義嗎? 其實也沒到這程度啦 S22 Ultra是會做不少銳化處理 使細節有些髒髒的 但某些物件確實能變得更清楚 到了S23 Ultra整個都平順了 只是也會抹掉一些細節 那這裡我也要額外跨一下iPhone 它絕對是我經過最完整的4800萬畫素 跟這些上億畫素相比也沒輸太多 這實力了不起啊 截著現在我們三隻都放S23 Ultra 但解析度易需設定為1200萬、5000萬與2億 測試它們的HDR能力 結果能看出 後面兩張高畫素的HDR是有介入 但都不及1200萬 說明這兩者之間還是得做出取捨的 但剛剛有說到 S23 Ultra的5000萬號素還有另一個用途 就是拍出清晰度十足的RAW原始檔來 跟上代只能拍1200萬的RAW相比 這差異就很巨大了 這對喜歡手動拍照修圖的使用者來說 絕對是件好事 好啦,超高畫素現在就告一段落 來看它們在拍實物的表現 從調色策略來看 這代貌似鮮艷了點 近拍閃緊程度則幾乎相同 至於微距方面 這三隻都能靠超光角來達成 可近拍的距離也都夠近 畫質也不錯 這才當季旗艦機已成了沒什麼挑戰性的項目 還是趕緊進入夜拍環節吧 這也是三星在S23系列一直在搶打的東西 現在就來看看它跟上代到底有哪些不一樣 首先量暗處兩代的拿捏程度就差不多 都處理得當 但如果往暗處鑽研 得出的結果其實就蠻有趣的 首先論色彩還原度 到了這代真的有明顯進步 只是先前三星期間我經常詬病的問題 如今終於得到改善 但另一個問題也隨之浮現了 從睡衣這裡能察覺 這代夜拍細緻度是有下降的 不過,犧牲一些細節換取更真實的顏色 的確是更能被大眾所接受的 很少人會像我這樣把照片放大仔細看 但顏色是大家第一眼就有感的 現在三星沒辦法兩者都做到 但至少這樣取捨的方向是對的啦 現在我們換到另一個場景 也能看到與剛才差不多的套路 細節稍稍不如上一代 那這次我就在想 這次S23 Ultra都有5000萬號數這個選項 理論上單個像素的進光量也還不錯 那麼能不能在這種不算太暗的場景 獲得更高的細緻度呢? 結果切換到5000萬再拍一張後 好吧,幾乎看不出差別 說明這場景亮度對於5000萬號數還是太吃力 晚上就乖乖用1200萬號去拍吧 接著來這個熟悉的地方 上腳架看看他們極限的夜拍實力 其中S22 Ultra與S23 Ultra 都是用Export RAW的天文攝影 處理時間開滿10分鐘下去拍的 此外拍完後的RAW檔也丟進電腦 盡量收到正確的顏色 並試著提示暗出細節 而iPhone這裡就是夜景模式拍攝30秒 為了公平也放進電腦進行各種修正 總之成品就如大家看到的這樣 拍攝10分鐘得到的細緻度 再怎麼說一定都是能贏過iPhone的30秒 兩代拍出來的鍵盤都超清楚 你很難想像當時肉眼幾乎是不可見的 而後面更暗的地方 X24 Ultra的雜訊比較多 但畫面比較銳利 X23 Ultra則是更乾淨 顏色也更還原 但就是少了一點細節 嗯,就跟手持夜拍的處理方式很像 再來我們回到手持 再將鏡頭切到超廣角吧 這幾次在這個昏暗的場景 都能把各種物件給拍出來 那在放大之後 能發現X23 Ultra細節不清楚的狀況在超廣角還是有 而且差距更大了 上一代很明顯是更好的 但也跟剛才說的一樣 X23 Ultra的顏色比較偏向真實 就看各位騙中什麼了 那超廣角講完了 現在就來說說望遠夜拍 望遠鏡頭用的感光元件尺寸 與光圈大小一定不如主鏡 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 基本就是得靠軟體算法介入來救 但在放到10倍之後 兩隻Ultra在這裡 其實並沒有遷換到那顆前望鏡 因為前望鏡的光圈真的太小了 面對這麼暗的場景 基本上束手無策 所以他們還是用三倍望遠鏡頭放大來拍 而這兩隻在這裡的處理方式 又倒換過來了 X23 Ultra有另外銳利化 並犧牲了一點暗處顏色 穿戴著偏向模糊 就很像剛才望遠日拍看到的情況啦 iPhone 的表現則偏向X22 Ultra那樣 細緻度也不錯 再來我們看看前鏡頭吧 廣多部分兩隻Ultra都差不多 都沒iPhone那麼廣 但這裡的色澤就不太一樣了 X23 Ultra 稍微冷些 色調紅一點 我覺得比較偏向真實 也不會像iPhone那樣 把人拍得沒什麼氣色 至於細緻度 在同1200萬畫素的情況下 X23 Ultra有更加清楚 那如果把X22 Ultra前鏡頭千萬到4000萬畫素 其實好像也沒差多少啊 看起來還是X23細緻些 那這代降到1200萬就更沒差了 反正4000萬的實用度也有限 接著正式進入錄影吧 我們先拿它與X22 Ultra一同比較 看有什麼進步 顯然是邊用手拿邊快走的情景 就穩定度與色彩而言 兩隻其實相差不大 應該說都已經不錯了啦 哪個iPhone 14 Pro比較的話 逆光的HDR表現依舊是蘋果勝出 但差距確實比以往更小 穩定度iPhone稍微自然點 但加上這個耀光真的讓影片 多了點風味呢 那如果我們再次用主鏡頭望遠至兩倍 並開始錄影 這個就真的是iPhone的絕對優勢啦 14 Pro 就真的像是完整的畫質 而三星這裡就是明顯裁切過 嗯 錄影對我來說還是iPhone最好用 不過iPhone目前做不到的 還有這個8K錄影嘛 而且S23 Ultra這塊實在也有不少進步 我指的不只是從一晚24FPS升級到30FPS 而是它在這模式下的廣度 明顯比上代要多很多啊 使用度是有上升的 雖然我還是不會用到這幾幾度去拍東西啦 再來我們又要運動一下啦 來看看這個超穩定動態攝影表現得如何 結果跟上代相比 穩定度確實有進步喔 之前還是有些許不穩的晃動 到這代改善了不少 那如果跟iPhone的動作模式比的話 穩定度是已經趕上了啦 但這個畫質真的還是iPhone大勝 A123 Ultra的1440p 看起來感覺還不到1080p 還滿模糊的 好 最後一個比較了 來將A123 Ultra的人像錄影模式 跟14 Pro的電影機模式放在一起看看 結果這代散景變換總傳自然多了 主體與背景分離的能力也有改進 瑕疵少了很多 跟iPhone的差距拉近了不少 但還是沒有蘋果的殺手鍵 後期編輯啦 Android的陣營得要再努力耕耘了呢 但其實這幾天我試著真的拿它來拍星空來測試啦 無奈我帶的地方光害都太多 拍完覺得近別度不高 所以就沒採用 另外這手機也不能接用太久 沒辦法得到滿月時測試它的拍月亮能力 但跟大家約定好 將來有機會一定會補測並分享給你們的 各位就期待一下吧 總之以上 就是三星在2023年的超大杯旗艦使用心得 我覺得三星在這幾年來很了不起的地方在於 明明都是在年初就發表開賣 但過了十幾個月到年底 途中別場也推出了一堆旗艦 它依舊還能是許多人心目中的年度最佳手機 像那個極限望遠表現 S22 Ultra 就做了整整一年的寶座 倒當今也是被自己的下一代所超越 撇除這個不談 我之前也有說過 三星旗艦帶給人的感覺就是均衡的好 各方面技能點都有點到也都表現得不錯 可能不會有太多太突出的地方 但就是能受更多人喜愛 而相比上代S22 Ultra 這次S23 Ultra也算常規升級啦 相機畫素翻倍夜拍與錄影能力加強了點 但比起這個還是遊戲表現 發熱與續航力的進步更加有感 還真是都跟著翻車的高通八均軟 所以正在用上代或上上代的使用者 我覺得還沒必要為了相機表現而換到這隻 就算S21 Ultra也還是很強的 但如果你是注重續航力或是長打大型遊戲的玩家 那你就有充分理由換到S23 Ultra了 但你的荷包也要充分點啊 這代漲價了 所以這次S23 Ultra讓我印象深刻的三個點有哪些呢? 首先方正極為正義 這次把邊框削更平了 我自己當然喜聞樂見 而且拿起來也不會卡手 屬於對我來說 無論視覺還是觸覺都很舒服的優良設計 再來第二個 覺得這再次讓人開眼界的望遠了 這部分目前真的只有三星才能超越三星 雖然這次的算法會使它的表現偶爾不如上一代 但整體來講還是有進步的 其實S23 Ultra是買望遠鏡送手機吧 而第三個一定就屬它的喇叭外放了 這是我這幾天的使用裡面最意想不到的驚喜 分享這片優秀的螢幕 使它真的能成為一台很棒的影音手機 那麼影片就到這結束了 硬生生的把平常兩個禮拜的工作量濃縮成一個禮拜了 為了就是盡早帶給你們有利且完整的使用心得與建議啦 如果真的有幫到你們的話 歡迎按下喜歡與超級感謝來表達支持喔 還沒訂閱的也可以追蹤一下 將來就是小隻的S23評測了 我是不會忘記它的 各位有什麼對它後期的地方 也可以先在留言說一下喔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